这是一部曾进播30多年的珍贵影像 记录了1972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有些人能在这段影像资料中看到你从未见到的中国 也有人能在这段影像中看到那个曾经的自己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跟随导演安东尼奥尼的镜头 来到那个纯真质朴的年代 这里是河南林县 辛勤的农民在干农活 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和繁荣 有的只是农田和家畜 这里的百姓大多数以种地为生 人们的交通工具就是牛车 河边聚集着一群妇女 他们在这里揉洗衣物 那时候可没有洗衣粉洗衣液 想洗干净衣服 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摔打揉搓 这里是成片的农田 孩子们在田间地头打闹嘻嘻 这就是他们的游乐场 这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 是临县百姓用勤劳的双手一点点挖出来的 1960年2月 饱受干旱困扰的临县百姓 决定用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 7万名热血青年奔赴深山 他们用血肉之躯将这条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 修建完成 为了修建这条生命之渠 临县百姓用了近十年的时间 终于让这条生命之渠 贯穿临县 改变了临县落后的面貌 这是刚从田里回来的百姓 他们衣着朴素 手上拿的是刚刚摘下来的蔬菜 这个大水塘在红旗渠修建好之前 是一片干旱的池塘 现在人们可以从这里打水 洗衣做饭 再也不用担心用水难的问题了 这两个人在用木头建造房屋 现在已经能看出来屋顶的雏形了 人们在这里开会 探讨研究农田的种植问题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初中生 在那个年代 很多人甚至连大字都不识几个 初中毕业就是很了不起的学历了 人们没有生活压力 唯一的盼头 就是庄稼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所以在人们心中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种庄稼 大家尽情分享自己的建议 几年前的林县百姓 可能还会因为灌溉的事情头疼 但红旗渠的建成 彻底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 现在的人们对生活都非常有盼头 毕竟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可攀比的东西和事物 吃饱穿暖就是人们最大的梦想 这是当时村里的小学 孩子们没有教室 没有客桌板凳 靠着墙 依偎在一起 大声朗读书中的内容 摄像机完整记录了这群稚嫩孩子学习的画面 接下来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到了村子里 随处可见的土砖瓦房 现在已经很少能够看到了 这是村里唯一的水景 村民想吃水就要挑着扁担来这里取水 扁担这种东西现在应该很少能够见到了 这里是村委会 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在这里解决的 大到播种耕种 小到鸡毛蒜皮 甚至人们结婚离婚都是在这里决定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 人们对于婚姻关系非常重视 基本没有人离婚 认定一个人就是一辈子 这是人们在农田中劳作的画面 村里的人们没有工作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田里挥洒汗水 其实种地和工作是一样的 你为这片土地付出了多少 收获时你就能获得多少粮食 这是村民驱赶骡子碾麦子的画面 这些骡子任劳任怨 周而复始的工作 就像当时的中国人民一样 善良淳朴 这是当年的集会 人们在这里以物换物 人们看着陌生的摄像机 和金发碧眼的导演 不可避免地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当年的集会和现在的集会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 人们没有现金交易 全部都是以物换物 小猪仔小鸡仔等家畜 是这里最畅销的产品 除此之外 人们自己制作的农具和衣物 也能在这里换到好东西 大家都是附近村子的人 这里没有投机倒把 人们以成相待 宁愿自己少得点东西 也不会让别人吃亏 这是一个偏僻的山村 到处都是低矮的平房 很显然 这里的人从没见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摄像机肯定也是新鲜玩 所以很快 导演安东尼奥尼 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对象 人们口口相传 告诉大伙 村子里来了个外国人 很快人们就聚集了起来 导演安东尼奥尼从没想象过 因为自己异于亚洲人的长相 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异类 可以看到 围观的人群非常有礼貌 他们只是来看看热闹 毕竟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讲 外国人的出现 绝对是一件稀罕事 结束了临县的拍摄之后 导演安东尼奥尼 来到了江南水乡苏州 这里的风土人情和临县截然不同 绿油油的菜地 看起来生机勃勃 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男人们挑着扁担 扁担下的篮筐里 装满了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蔬菜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 无公害绿色食品 当时人们吃的 都是这种纯天然的蔬菜水果 现在很少能够见到 纯天然无添加的瓜果蔬菜了 男人们满脸喜悦地 将丰收的蔬菜运到小河边 在苏州 水路运输是最常见的 一种运输方式 满载蔬菜的小船 顺流而下 从这里运往四面八方 在苏州这样的江南城市 很少有人是汉鸭子 从小开始 孩子们就在水边玩闹 一个个都是浪里白条 现在看到的这条航道 就是京航大运河 导演安东尼奥尼不敢相信 这条宽广的河流 是一条人造河 陪同拍摄的人告诉他 这条大运河全长约1797公里 是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开始挖掘的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工运河 听到解释之后的安东尼奥尼吃惊不已 他在北京看到万里长城时 都没有这样的感受 他现在才知道 中华大地孕育了如此伟大的一群人 中华人民吃苦耐劳 敢于人先的精神 让他大为震撼 其实这也是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的原因 他想看到底是怎么样一群人 用落后的武器装备赶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 这是江南水乡的巫舍 白墙灰瓦看起来诗意盎然 苏州人民就生活在这种如诗如画的环境中 这里的场景让导演安东尼奥尼想到了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 他觉得这里比水城威尼斯看起来更加美丽 如果让他选择 他一定会选择生活在苏州 这里淳朴的人民和美丽的景色让他流连往返 眼前这个老人就是交通指导员 他就是那个时候的交警 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要听从他的职业 这是苏州城里的供销社 在那个年代 人们想买什么东西都会去到供销社 小到柴米油盐 大到家用电器 这里应有尽有 但是你买什么东西都要有相应的票据 没有票 只有钱是行不通的 这家叫做复兴回民面店的饭店 是苏州城里最大最好的餐厅 人们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 都会到这个地方来欢聚一堂 饭店里面坐无虚席 可见这家餐厅的生意有多好 人们对这里饭菜的味道赞不绝口 在这里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只需要几分钱 作为一个意大利人 导演安东尼奥尼 第一次看到宽面条的时候震惊不已 他在来到中国之前 一直以为只有意大利才有这种面食 他还是低估了中国人对于美食的研究 这里除了面条之外 还有香气四溢的水煎包 这也是食客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刚出锅的水煎包 很快就被人们端走 这里是苏州园林 这些古典的建筑和血液的山水 让安东尼奥尼大开眼界 园林里的人们悠闲地欣赏这里的美景 这里的景色让他们心旷神移 造型独特的假山和风格多样的建筑 让人应接不暇 导演安东尼奥尼 没想到古老的东方古国中 还有这样别具一格的景观 但接下来的景象会彻底颠覆他的三观